5月16日晚,刘跟宏在微博晒全家在海边游玩的旧照 照片中,刘跟宏与老婆Vivi牵手在海边散步,笑容满面 孩子们则蹲在地上玩沙子,十分可爱,一家人氛围温馨 刘跟宏一共有三个孩子,但是这次只带了两个孩子出来 刘跟宏1972年出生,老婆王万菲1978年出生 他们是在2000年相恋的,这一年正好是周杰伦出道的年份 所以说2000年对刘跟宏来说太重要了,一边是爱人,一边是朋友 相恋7年后,2007年10月7日,刘跟宏与Vivi结婚了 他们分别在2011年,2013年,2015年,生下了儿子,大女儿,二女儿 两年生一个的频率很合适,既不会让Vivi身体受不了,又没有把战线拉得太长 因为一旦战线拉得太长,那么Vivi就干不了事业了 Vivi是演员,模特,主持人 生孩子之前,她的工作还挺多的 但是没办法,最终为了家庭放弃了事业 如今刘跟宏爆红后,她开始捧老婆了 希望老婆也能得到大家的关注 她不是全职太太,不是家庭主妇 她也是一个艺人 很多男明星都非常大男子主义 不希望老婆抛头露面,专心照顾家庭就行 尤其是突然爆红后,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家庭了 更希望老婆专心相夫教子 但刘跟宏不但没有让Vivi隐退 反而多次在微博提及她,想让她也长点粉 5月15日,刘跟宏发文 为什么越来越多Vivi女孩 她的账号不常发文,不常更新短视频 也不太自己直播 我记得只有一次吧 你们为什么爱上她 难道你们看到我所看到的她了 Vivi被刘跟宏提及之后,马上就上热搜了 5月16日凌晨,刘跟宏在微博晒出Vivi上热搜的截图 并配问,BBQ了,大家喜欢上她了 我最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家庭地位 刘跟宏还晒了一张Vivi的美照 光发文没用啊,还得展现Vivi的专业素养 于是刘跟宏让Vivi带操了 有一次直播健身 Vivi喊话,自己可以占C位带操 一手牛仔很忙下来 虽然有错误,但还算完整的做了下来 刘跟宏直言,可以打70分 刘跟宏的确是个好男人 让Vivi找到了自信 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分开直播健身了 Vivi女孩会越来越多 刘跟宏一家真的是各伙各的 而且最近网上爆红的刘跟宏夫妇 能让众多女性晚上一到时间点就开始蹲她的直播间 刘跟宏的抖音账号更是从短短十多天的时间吸粉几千万 而作为她老婆的Vivi王婉飞 一直陪着她直播 真可谓是服场服髓啊 在刘跟宏的直播间里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她的妻子Vivi王婉飞 自带甜美笑容的她 是网友们在跟着刘跟宏跳操健身时的开心果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王婉飞年轻的时候可是环球小姐 即使她如今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意气风发 但是年轻时候的照片可真的是绝世美人 参加环球小姐的比赛 王婉飞是在母亲的劝说下报名的 当戴着厚厚镜框眼镜的王婉飞 站在一众选手当中 显得特别别扭 很多人都不看好她 可是心高气傲的王婉飞 怎么会任由别人这么看自己呢 之后用三个月的时间她从130斤的体重 减到了90斤 可想而知中间经历了多少 常人无法忍受的高强度锻炼 体重瘦下来的王婉飞 加上她高挑的身材 整个人变得挺挺玉力 就连评委们都对她赞不绝口 王婉飞也因此出名了 自从参加完环球小姐比赛后 王婉飞的名声大起 很多经纪公司都争相恐后的找她签约 可那时候的王婉飞 根本不知道娱乐圈是怎样的存在 当她套进娱乐圈后 总是有一些财大气粗的大佬 想要得到她 并且还扬言可以将她捧到国际巨星的位置 但是王婉飞并不吃这一套 她霸气的拒绝了富豪的追求 然后回到了台湾 开启她的全新人生 刘更宏与王婉飞一样 都是出生于台湾 尽管刘更宏早早就 踏进了娱乐圈中 但是一直不温不火的 直到1997年 她才被吴宗贤上师 事业上渐渐有了起色 也正是在刘更宏走红的时候 认识了一代巨星周杰伦和现在的妻子王婉飞 那时候的周杰伦身无分文 但是刘更宏却认定 她是个可诉之才 于是不断的为她拉投资 搭人脉 在艰难的日子里 是刘更宏一直鼎力相助 周杰伦后来才有机会 有了今天华语乐坛巨星的称号 而刘更宏和王婉飞的相识 是通过一场节目的录制 见王婉飞的第一面 刘更宏便心动了 于是她便开始了猛烈的追求 据说刘更宏当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 给了王婉飞的经纪人 可在王婉飞的心里 刘更宏不是一个可靠的男生 于是她并没有给任何回应 本来还沾沾自喜的刘更宏 看到王婉飞一直没有动静 便直接打电话给王婉飞的经纪人 后来打听到王婉飞 当时的某项拍摄活动不顺利 她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机会 最终拿到了王婉飞的号码 刘更宏用自己是前辈的身份 接近王婉飞 并且向她承受演戏的经验 一来二去 两人便开始有了接触 王婉飞经过与刘更宏一段时间的相处 也对她有了改观 于是两人的发展也越来越深入 最后敲定了终身大事 25岁的时候 王婉飞答应了刘更宏的求婚 可是两人并没有开始筹备婚礼 而是忙于事业 那时候刘更宏在演艺圈里遭遇滑铁炉 于是她决定下海经商 王婉飞也没有因为她处于事业低谷期而离开她 于是两人便做起了服装生意 可生意并不是那么好做的 没多久他们便经营不下去了 为了更快的还清贷款 刘更宏和王婉飞更是绞尽脑汁 想尽各种办法苦苦支撑 跟着刘更宏走难床北的王婉飞丝毫没有怨言 即使服装生意最后失败了 她也依然不离不弃的跟在刘更宏的身边 生意上的失败让刘更宏一下子泄了气 于是他们便从大连收拾行李再次回到台湾 直到刘更宏发布了个人专辑彩虹天堂 事业才渐渐有了一点起色 刘更宏想着王婉飞跟了自己这么多年 还没有举行婚礼 于是便开始筹划起和王婉飞的婚礼 本来王婉飞就比刘更宏小六岁 因为这时候王婉飞的母亲出来反对了 说自己的女儿还年轻 不应该这么早就步入婚姻 经过刘更宏和王婉飞的共同努力 2017年10月7日 两人最终顺利的举行了婚礼 本来就要向着幸福的生活奔去了 可是一颗炸弹又向他们抛了过来 王婉飞在检查时发现了患有子宫肌瘤 而且医生建议他们尽早要小孩 于是两人便放掉大部分工作 专心制止备胎 可是怀孕哪有那么容易 他们经过无数次的努力 终究还是怀不上 就当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 却被幸运之神眷顾了 很快刘更宏和王婉飞便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刘更宏也是由以前的放荡不羁 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长环境 刘更宏每一步都亲理亲为 减轻妻子王婉飞的负担 如今刘更宏和王婉飞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过得十分幸福 刘更宏的王婉飞的故事 也让许多人看到了夫妻之间 共同扶持相濡以沫的情感 王婉飞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宝贵的财富 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是你在闹我在笑 也是无论贫穷或富有 我们都不离不弃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